民进党控制媒体的人力是前所未有的进步 所以执政好坏不重要 控制媒体比较重要 BPP的概念很简单 我反正执政不好的啦 我怎么样都搞不好 因为他经济也不行啊 军事也不行啊 只要把媒体控制好就改变了 我只要把媒体控制好 天下太平都外敌 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我是曾淼洪曾教授 电机博士 那今天我们刚好碰到 湖南衡阳的湖海坡也一起来台北 在我们张静的办公室里面 好 那今天既然湖海坡也来 来跟我们见面 然后呢 顺便跟来 海坡 跟台湾的乡亲问个好 台湾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是这样的 我刚刚跟湖海坡 来 湖海坡 海坡 你是湖南衡阳人 你是住在广东的东莞 你是在东莞的时候 你因为香港禁嘛 香港的遗产运动 还有返送中阴东呢 你都有去了 结果就被国宝给盯上了 然后呢 你到最后呢 返送中以后呢 回到东莞的时候呢 所有的证件都被拿走了 当初我听你讲说 你本来是想去泰国 你把这一段 给我们乡亲解释一下好吗 就是我在香港回来之后就被他们抓捕了嘛 抓捕就是证件啊 这一切都已经被扣了 之后就被限制居住在我们老家 不允许我离开我们老家 老家是哪里 湖南衡阳 哦 你被带回湖南衡阳 对 是关押之后 关押了就是说半年时间之后 才帮我带回河南 不允许我离开河南 哦 你还被关押了半年 对对对 在你香港返送中运动之后呢 你被关押在东莞 东莞 对对对 他是拘留所吗 他先是拘留所 到后来他就以这个吸毒的名义 帮我关进戒毒所 哦 戒毒所 以吸毒的名义 哎呀 哎 以吸毒的名义 反正给你扣个帽子 就像这样子 扣个帽子 说你是吸毒的 就把你换在基督手里面 啊 最后你争取了半天 最后呢 就把你送回老家 衡养去了 嗯 对 他以吸毒为名呢 抓破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吸毒这个东西不需要证据 他只要说你念一下尿 成阳性就OK了 什么证据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调查你毒品是哪里来的 你在哪里吸的 以什么方式吸的都不需要 嗯嗯嗯 那之后就把我就关在湖南老家 之后我就 没有没有 他把你换回湖南老家 他没有关你啊 在湖南老家 就是我家里面人做巨宝嘛 哦 巨宝 对对 到后来就是说 港版国安法实行了 之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 哦哦 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沉默 所以我就知道 而且也就是再一次 我在湖南老家有再一次的啊 基本上是每一个星期嘛 都要跟那些国家安全人员见面啊 就是都有警告 就说他要再一次把我抓捕 所以我就准备要逃跑了 港版国安法一出来的时候 哦对对对 你去报到 然后他 你相信他们要抓你了 不是相信他们就是已经赤裸裸的 就是说威胁我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会直接把你关进去 直接把你关进去 对对 遥遥无奇 嗯对啊 他要关进去 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法治是怎么样的嘛 哦 一关的话不晓得哦 几年几夜才才换你出来 他高兴晃就晃 不高兴晃就不高兴晃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哦这样子哦 那你从湖南衡阳哦 来你湖南衡阳你就决定要跑了 嗯对 那个时候我就准备气宝潜逃嘛 嗯 气宝潜逃的话 我首先第一站我是准备选泰国 啊 因为泰国联合国难民署在那边嘛 我就准备选泰国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就是边境全部封锁了 我要跑的话是很困难的 啊 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说啊 啊 蔡英文总统 他说他要支持香港抗争者 就是说啊 而且喊出了口号 自由的台湾称香港的自由 所以我就决定 嗯不去泰国了 我就去到台湾来了 哎 你不知道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讲话哦 他他很会说谎的 嗯 这个我确实以前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嗯 你以为他很老实哦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选择台湾 哦这样子啊 嗯 我跟你讲哦 我们那个蔡英文那个总统哦 连那个博士协会都是假的 他都骗的哎 哎 啊你就真的被他骗来了 嗯 那已经来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哦 啊你 你就哦 你那时候有听到蔡英文哦 说他愿意哦 帮助 缓送中的这些年轻人嘛 嗯 你就有有有在中国大陆你是透过什么管道 知道这件事的 嗯 因为我一直有上网嘛 啊 都有翻墙出来 VPN 对对对对 你透过VPN的翻墙 对对对对 哎 VPN翻墙也是也是会被抓的 对啊 但是我们都是 偷偷的 利用自己的技术稍微隐藏的好一些就好 哦哦哦 如果透过VPN来翻墙 然后去了解到 啊你 VPN翻墙你大部分都是在看什么 嗯 我主要是YouTube啊 还有推特啊 推特 对对对 脸书也有 但是脸书更新 啊你听到蔡英文对香港 缓送中的的那些年轻人的呼唤哦 你是从推特还是从YouTube得到的 嗯 都有都有都有啊 对对 都有啊 嗯 因为那时候宣传的声势是很大的 嗯哼 啊所以说哦 你就从厦门就买了那个救生衣 对对对对 就这样就来到就来到金门 对对对 被金门的海星署抓起来了 嗯 抓起来了 哎 然后金门海星署听说你在你在你在看所所里面哦 绝食啊 我们是在收容所收容所 收容所 不是不是看守所 是在高雄吗 对对高雄收容所 高雄收容所你有绝食啊这个绝食的动机以及你的诉求的过程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相亲知道一下 嗯 绝食的这一块主要是就是说我在收容所受到一些不人道的待遇 什么叫不能道的待遇 嗯 比如说啊对我强行使用借具用手铐靠着我啊靠着我之后帮我的手弄伤了也不不给我就医啊这个是6月18号帮我的手弄伤的6月19号我才发现手受伤的很严重嗯 我就要求就医啊那一天就是那一天的值班的长官应该是高长官吧嗯高长官他在那里的啊还有一个国长官他们两个人当时过来的嗯看一下我的手之后不行你就没有跟我就医还有6月18号拿枪指着我的头这一块我都已经是提告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呃已经接案了他说这个东西呃他他他他他我指控他拿枪指着我的头使用 他的回复是啊我们移民署有这个枪支啊警戒啊配备的标准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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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鎖有受伤 戴上鎖铐 没有脚尿吧 嗯没有没有没有 哦是鎖铐 嗯对对 戴着鎖铐 然后你认为你手受伤了 你想要去就医 他说不行 还没有达到就医的标准 嗯对啊 就不让你去 对对对 在高雄是吧 对对对 高雄的收容所 嗯 之后还有一些不给我放风啊 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发烧发臭的 这个餐饮伙食啊这一块啊 就是说嗯我对他提出抗议 还有最主要一个就是说 嗯我绝食的时候 嗯我就是当时我提出了五大诉求嘛 就是说这五大诉求就是 嗯那五大诉求讲一下 嗯给他 嗯第一个是要求台湾当局清查 所有通共的相关人员 啊 第二个清查以金盟协定为由 遣返指中国的民运人士 嗯及后续的状况啊 以及就第三个是 侦办胡海波在台呃 在期间遭受违反人道以及司法部公运之相关人员 嗯第四个是立即要释放我 因为我是有人聚保的啊 第五个是要转移我 我去第三国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在台湾长期的居留 哦 嗯这五大诉求 我就大概跟跟他的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 我第一个要求台湾当局清查这所有的通共的 这相关人员 这个东西不是我坑口白白说的 因为我上一次我有提供的那个 对对有那些写的 说他们跟跟那个中共的海行署的哦 说他们如果副署长同意 他们跟中共那边讲叫他们哦 防卫紧一点 嗯对 不要让哦 哦好再来 嗯他说是随便写的 我对这个东西我是有 嗯搞了半天哦 原来哦 海这个这个在金门跟中国那边也是有互动的啦 嗯不是说所想象说啊 你打我我打你的 嗯对在法律上面没有哪个依据 可以跟中共来通报的啊对对对 好第二条呢是清查金门协定 嗯金门协定就是这个这条所谓的法律嘛 还是就民间的机构签署的一个协定 就是渗回去的中国人有多少啊 以及他渗回去之后的后续的情况 有没有遭到迫害 嗯嗯这一块 因为嗯大家都知道啊 反胜中运动它是啊嗯就是因为 反对把香港人送到中国去 因为中国的司法是有问题的 是对对 所以我们要反对这个呃送中的运动 但是金门协定它就是一个所谓民间的机构的签的一个协定 但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执行这一块 你帮人送到中国去 那我们反送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我们既然有反送中的话 为什么又要签这个金门协定 金门协定就是帮中国人 帮这些呃所谓的民运人士全部送回去了 送回中国去 而且送回去之后没有后续的一个 哎没有后续的 一个观察啊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到底有没有被抓起来啊 有没有被被被被被被 对呀有没有受到迫害啊这一块 这是第二条啊 第三条就是说我在那个期间我受到一些很多非非人的待遇 非人待遇就是包括我在绝食的期间 就是说我是到绝食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就是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 第三天吧绝食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第二天第三天不重要 在绝食大概是两三天的时候 就是说我看他们没有任何人跟我来谈 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来谈我的为什么绝食啊怎么样什么那个的 没有他就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我就很气 我就吞了两根那个大概是十公分有多的那个塑料的一个硬物 异物吞到肚子里面去 对对他肚子里面去之后 呃单天摆入危机 我若是变了那种的总统 我想我们台湾人也是会走过头来跟我抗议大家说这下边 如果有一个总统 不论他是什么人 如果一个总统 让我们的人民要照顾头 在这么高的城市 站这么久 这个总统应该要感到羞愧 大家说这下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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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千秋啊 不叫 我们的命 又啊又啊又 笑啊笑 我 不叫 比 的 白健的时候有去医院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一个反应 而且白健出医院也是 他是在去那个秀传医院嘛 他说没有照那个 X1还有照那些就是没 说里面没有东西 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 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排出来 现在还在我的体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天晚上的时候 大概是晚上10点过5分的时候 我的肚子就胃部嘛 很痛很痛 而且是极痛无比的 我就跟值班的长官 报告这个事情 我说我这个很痛 我要求要就医 这是第一个要就医 第二个我要通知外面的人 当天值班的长官 应该是一个姓黄的吧 应该是黄徽山长官嘛 他在那里 他向当天的知情官来汇报了之后 他给我一个回复 打电话 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能打电话了 就是说 不管你有什么紧急的事 或者说你死在这里也好 不管 不给你打 这是第一个 不让我通知外面 第二个 就医 他说 不好意思 现在不能就医 其实就是说我那个当时如果那个异物帮我的胃化破了出血了 内出血了 内出血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可能随时可能会出血命的 有两个异物在你的肚子里面 对对对 你怕这个异物的胃肠的蠕动化破了你的胃肠 到现在这两个东西还在你的肚子里面 对对对 他人因为你很痛 所以说希望肌瘤所里面的人能够让你就医 对对对 他们都不同意 对 你都问你没有任何一个长官来看 只是说一个值班的值班的长官 大家都知道他是他今天坐在这里而已 他不能有任何决定权 他向长官反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有就是说有应该也是在同一天吗 同一天的是早上的时候还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反正这个时间点我记不清楚了 我吐血 就是我吐血 吐血的时候我就 当时在吐血我是拖在那个洗手间那里 而且是一块很大的血 就是说我当时发现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不行 我就像当时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越南的人在那里 我叫他过来 我说你看一下这里是血在这里 你帮我通报一下值班的长官 那天的长官是叫王嘉明吧 叫王嘉明他去通报 叫他也通报长官 就说你看我这个吐血 应该你们要做一个处理怎样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拟一下 也没有任何长官过来看一下 你吐血怎么样 他就一句话冲掉就好了 我不晓得怎么表达 他把你当成求犯 他把你当成可是事实上 你是对蔡英文向世界上宣布说 他愿意帮助香港反送中的这些年轻人来台湾吗 你才会偷渡来台湾的啦 结果来台湾以后呢被居住所拘留了 然后呢甚至你吞了你绝食吞了两个异物 他们也不理不睬 即使你吐血也是不理不睬 对到现在这些东西还在你肚子里面 对对对 那你感觉哦你的过程是这样的吗 很清楚吗 对对对 好那你现在哈 来你讲 其实刚刚曾博士您讲的就是说这个求犯这一词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在哪里呢 就算是求犯的话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紧急的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情况 都会应该有就医的权利是是 但是我没有啊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我嗯 我说的东西可能是我当我自己个人说的 这一切他们收容所值班本上面都有记录的 嗯嗯嗯嗯嗯 大家如果就是说啊 呃有有哪一些就是他有这个权限有这个能力的 或者说国家的监察机关 你去调这个啊 他们的值班记录去看看看是不是有这回事 ~~那这样子有点公务员独职哦 应该为而不为 因为毕竟 Oh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啦 他有生存的权利啊 因为他吞下义务是因为 他的爵始是因为受到不人道的 以及他不满意 你不应该这样对他的待意吗 好那你感觉 那现在你感觉 以台湾目前的移民署 对待像你这种反送中的理由跑过来的 有人说你是不是悔谍啊 说是不是悔谍啊 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是有媒体朋友他去询问过卢委会 卢委会他好像也就是说想传这样的话出来 我如果是悔谍的话 这个东西有几个有几个那个 第一个悔谍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游远过来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游远过来的话 我能够为他们刺探个什么消息 我在台湾我又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能够接触到所谓国家机密的途径 我最多讲句不好听的话 我可能就是在街上走一下 可能能够探听的消息就是 那你的卢肉饭可能卖30 那你的卢肉饭卖35 这就是我那个的 就是正常的如果要说毁谍的话 他要进来的话 他不会通过活法的方式进来 他不会通过投资的方式进来 其实满地上都是毁谍 我们台湾现在满地上都是毁谍 而且拿了中共旗在总统股前面这样挥 对呀 而且到处是在说中共的好话的 我起码我可以讲句这样的话 我从头到尾我的言论都是在网络上面都是有的 我从来没有讲中共一句好话 都是缓共的 对呀 对呀 而且我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中国那一些反对的事情 我基本上都有参与 好 那这样子 给我们乡亲知道 他 吴海波他的整个过程 是这样子的 那你现在的诉求 你希望说目前把你换在这里 我不晓得你的诉求 你当初要跑出来之后 透过想去泰国 你有没有什么说你想去的目的地 或怎么样 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要帮助你 怎么样帮助你 帮助你到哪里 你有没有计划没有 我到目前来说的话 我没看到任何一个帮助 我看到的就是他设计的障碍 只是设置障碍 如果蔡英文政府他要帮你 你有没有亲人 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他们愿意接纳你的 你们有没有清楚 在国外或怎么样 就是说我没有什么 太多特定的要求 只要是民主国家的话 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你就到民主国家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纽西兰 比如说澳洲 你到瑞典或是怎么样 你到那边你要自食其力 对对对 这个我一直就在中国 我在反共的时候 我也是自食其力的 我不会说什么东西要靠别人来帮助 这个东西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话 你凭什么说你要为别人去奋斗 好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39岁 39岁 这是生命力最万胜的时候 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就会很万胜的活下去了 对不对 这也是你希望在自由民主的 风气氛围之下 能够自由的自食其力 如果说 如果说你认为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应该如何达成你现在想要的计划 首先第一个 要给我一个最基本的行动自由 我才能够找相关的人 相关的组织 相关的领事馆 去谈这一块政治庇护的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目前我是帮我关在高雄的一个小山村里面 那个地方是离高雄市区还有很远很远 来来来来 在阿联更进去里面的田辽 也就是夜市界 那种里面的一个小庙 而且规定他不能出来 我是这样的 依我的看法 我如果是蔡英文政府 听好 我如果是蔡英文总统的话 我想说 我当初跟全世界讲了 我要帮助反送中跑出来的这些年轻人 这个39岁胡海坡也是这样子 响应蔡英文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这些年轻人的帮忙 所以说他就跑出来了 他跑出来以后呢 一个很好的 胡海坡刚刚有讲的 海坡刚刚有讲的很清楚 蔡英文政府 他自己做个桥 你让我胡海坡 我换我自由 然后呢 只要我 我现在人在哪里 你们能够找得到我 反正你有手机嘛 你能够找得到我 那我会积极联络我的亲朋好友 协助我 让我能够到某一个国家去 某一个国家 也不要政府帮忙 你也不要帮我忙 我自己来找办法 我自己来想办法 对不对 对你只要不要跟我设计障碍就好了 对 那现在是这样 我如果是总统的话 哎兄弟啊 我是哦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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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跟全世界讲过 我要帮忙你 但是我 我的资源 不是 好用帮忙你 好 那你 用你自己的资源 用你自己的能力 我换给你最大的自由 反正呢 我找得到你就好了 然后呢 你就自己哦 找自己的出路 你看你要去哪一个国家 你就有人哦 帮你协助你安排 让你有这个自由 有这个空间 能够去联络外国的某一个国家 然后你哦 两边 你来负责瞧 两边 我政府我都不管 我蔡英文我都不管 那你自己去瞧 瞧好之后呢 你就哦 赶快走 这样对不对 你只希望这样子 我希望快一点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台湾 好 假如我是总统的话 我也曾经跟全世界讲过了 我要帮忙 反送中的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也跑出来 跑到我这里来 我是不应该把他关起来 他自己有本事 他自己有办法 他自己能够联络 国外的人 把他带走 不应该把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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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风险 台湾人原本不需要承担 吸毒就是吸毒 不管吸多少毒 都是吸毒 我们绝对反对说一定 是零减除的 一定要零减除 阿辽 在高达有八成的民意反对之下 仍然要来开放美国 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 本党坚决反对 这个瘦肉精 是为了增加商业的一个利益 这些添加物 根本就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食品里面 更不必要让民众 来直接去承担健康的一个风险 民进党团再次重申 只有零减除 瘦肉精只有零减除 不要 让瘦肉精让发音的 真的减除可以涨掉 此一政策默示专业 违毕民意将国民健康 自以为之的风险当中 觉得他把我们当傻瓜 但是我们不想当傻瓜 我们台湾人不是笨蛋 全国上下一条心 行政部门 立法部门 民间团体 大家团结起来 向美国人要求说 我们要跟欧洲人一样 吃到没有瘦肉精 没有荷尔蒙 那种等级的牛肉 对于所有的肉品 绝对不能含有瘦肉精的 这个立场跟态度 我们维持一贯的这个原则 国民健康 不容妥协 不容妥协 玩弄民意 以及玩弄国民的健康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有一点像诈骗集团 为了个人的政治筹码 或是过去的一个政治交易 来忽略掉国民的健康 那我一减二国 就是我全部都可以 而且我也可以得到 得到良好的民生说 我确实有帮助你 因为事实上你是靠你的能力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的好朋友 协助你离开台湾 你到某一个国家去自食其力 对不对 我如果是总统 我会这样干 为什么 我不用花精神 反正我换你自由 希望你半年之内 能够把这些事情搞定 这样你满意吗 对啊 这个没问题的 这也是你希望达到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现在 我如果是蔡英文的话 我放聪明一点 以前有一个温其中被送回去了 我知道 麻烦了 完蛋了 现在是没有消息 失踪了 全家失踪了 所以说 这样子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至少胡海波出去的话 让人家看到说 哎呦 原来胡海波跑到台湾来 台湾人 台湾人 就让胡海波他自己联络 然后自己 到了他的亲朋好友的国家去 也没有给你拦阻 也没有给你 这样你满意吧 你觉得台湾 如果我是 我当总统 我做这种事 你觉得满意吗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讲我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疑惑 我没有任何一个证据 在台湾走出去去第三国的 人也是有蛮多的 也有蛮多过的 也都是打着一个反共啊 受中共迫害的人 以这个名义 不开心 完蛋 我也开心 完蛋 那些那些是除外 还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那些名字 就是我我就不点名了 我只是讲这个事情 那些人出去的以反共的名义 台湾政府也协助他们 让他们出去 但是那些人出去了 没过人有声音 那些人他是反共人士嘛 为什么那些不是反共的 假反共人士 他可以让台湾政府 协助去第三国 而我要关在台湾的监狱里面 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 胡爱波这个事情啊 如果他真的啊 被送回 送回中国去 跟温启鸿一样送回去的话 我跟你讲啊 小弟我一定会在这边打喇叭 你看看蔡英文这个骗子 除了贾博士骗人以外呢 连这种 哎 棘手之劳嘛 你换他 你也找得到他 你随时打电话找得到他 然后呢 你就让他自己 想办法 给他一个 给他半年的时间 你就哪里 哪边凉快 你哪边散 对不对 我现在担心的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台湾这边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猜测 我没有任何证据 我认为 就是说台湾这边 有可能是 这个人 如果要给他走的话 要中共的同意 如果中共不同意的话 根本走不了 就把你拖死在台湾 拖得你 又没办法工作 又没办法生活 拖了几年之后 你自己累了 你自己回到中国去 我个人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些假反共的 反正对出去 对中共也没有伤害 而且台湾他也会拿一个名称 你看我屁服了多少反共的人士 去到第三国了 实际上 这是一个人道的国家干的事 对不对 对啊 也让台湾能够得到人道国家的名称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反共的人士是怎样的呢 假的反共他可以让他走 真的反共的就只能关在监狱里面 那我们好 最后30秒钟给你一个答案 给你一个 跟全国相亲 甚至于跟蔡英文总统 讲话了 首先真的感谢台湾的同胞的帮忙关注 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关注的话 可能我的情况应该会很惨 但是真的 我觉得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讲一句 恳请你台湾政府 恳请台湾政府能够给予我自由 能够让我 我说的这个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我能够随时跟你保持联络 让我在台北待下来 待下来的原因是我要去找相关的人来帮忙 去第三国的事情 不要帮我困在一个小山村里面 搭一个车出来 搭一个出租车出来 至少是八百块钱到高铁站 至少是八百块钱 就是说八百块钱之后再坐高铁到台北 又是一千多 这就是两千多 来回的话你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五千块钱的 这个成本我讲讲句实在话 我承担不起 所以我希望我只想希望一句话 台湾政府不要给我制造障碍 谢谢了 只要给你自由 让你能够自由的待在台北 或是任何一个地方 你就会想办法找你的友人 让你到自由民主的第三国 这样就好了 政府都不要帮忙 当然能够帮忙是最好的 能够帮忙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 现在我的失望只是说 你给我自由就好 帮忙那个事情 那是后面的事情 你现在我看到的是障碍 我没看到的帮助 那这样子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让胡海波讲出 我们台湾政府以人道主义的立场 给胡海波一个生机的一个办法 OK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OK 好 三九买你买一 好 跟湘姓说再见 好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